你好 赵老师 刚才您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认定一个目标以后 然后去不断地修正 但是我听过好多人 就是在这样讲 就是说认定一个目标以后 应该是不断地去坚持 无论遇到什么挫折和困难的话 都应该去坚持 就是坚持的人才能够成功 那么去怎样才能够 把握这种修正 或者坚持这种度呢 谢谢赵老师 这问题问得非常好 人都说坚持不懈 我建立目标以后 就不再改了 就走到底 另外刚才又说了 不断地修正 这就是智和智的问题 要有大智的智 我有个志向 另外我有智慧 你修正的时候呢 是考虑你为什么修正 是不是这目标不对了 是我懒惰了 是我害怕了 是我不敢往前走了 自己检查一下 为什么要修正 如果社会发生变化 自己的兴趣发生变化 这个修正是允许的 如果是怕困难 如果是这个 自己是能够克服这个困难 但是由于害怕 由于胆怯 由于犹豫等等 又产生了犹豫 这时候呢 就坚持大方向 所以呢 那个 年轻的时候 我想长大做什么 和中年的时候 经常会不断地发生变化 刚才那个问题 刚才那个医务工作者 这就是达到了目的 他以前是简直不现 现在呢 这时候要再次修正 下面一个目标是什么 创立一个新的目标